各位观众您好,今天的美丽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带字,爱带的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是把东西顶在头上或放在手上,如带帽子、带花、带戒指等等。 带又是尊崇、拥护的意思,如一位勤政爱民的政治领袖,一定会受到民众的拥戴和爱戴。 西星带月,势比喻人为了某件事早出晚归或者是连夜奔波而言。 戴罪立功是有过不乏,等到立功之后再将功敌罪。 戴圣则是一种鸟的名字,体长有一尺多,有黄褐色或者是红灰色的羽毛,它的头顶有金色的大羽观,喜欢吃昆虫和蚯蚓,多半栖息在欧亚两州的潮湿的地带。 戴也是周朝的国民,大约是在现在的河南省考城县的附近。 戴云山是福建省中部的分水岭,它的主峰在大田和德化之间,又名佛岭。 戴也是姓氏之一,如汉朝戴德、戴圣是礼记的编撰者。 清朝的戴正是四库全书的编撰人之一。 民国的戴传贤是革命先进和教育家。 以及戴吏在岁日抗战的时候,曾经领导情报工作,屡见书工。 而戴吏这两个字,也指平民的服侍而言。 如古月民谣有,君臣居,我戴吏。 他日相逢下彻一。 这是说朋友之交不因贵贱而改变的意思。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,有人不注意,将披星戴月写成了右边的披星戴月。 把戴罪立功也写成这样的戴罪立功,这是不妥当的。 因为戴字是负在顶着的意思,所以在书写或运用的时候,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